賴清德剛凱翔講的沒有錯 你從陳忠彥到陳凱玲 然後到辦政府議長案 到台南光電案 郭再卿 這一連串的東西其實都 你不要講說跟賴清德 還是有他想要切割 可是都切不掉啊 連IMB的事情都簽到黃偉哲 那個講完 那只是在熱炒店剛好碰到而已 民進黨就跳腳了 那黃偉哲他有幾樣 兩場餐會 顏若芳你有吃過黃偉哲請的便當嗎 他只有收8000元房租而已 然後拿著那個商品拍照 然後接見他進市府 進立委辦公室 然後去他的春酒委 才會每一次都有黃偉哲 你每一次都有黃偉哲 然後現在已經坐實說 其實曾國偉就是成歐破的金主 那跟黃偉哲更熟 跟曾國偉更熟識的黃偉哲 那難道不會曾國偉是他的金主嗎 這件事情就很令人存疑 然後媒體去問黃偉哲說 那他是不是你的金主呢 他只是說我不知道 他說沒有吧我不知道 忘記了 其實我有聽 這個讓他們自己講 其實我有聽到很可靠的消息 來源講說 其實現在大家都在查曾國偉 到底是怎麼給黃偉哲錢的 那他們講這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並完全沒有人 就是知道有給 但是怎麼給還不知道 現在在查 所以從黃偉哲的回答當中 其實也看出端倪 他說不知道 忘記了 沒有吧 他有說沒有 但他是說沒有吧 他有三段 沒有吧 不知道 忘記了 三個 所以他知道有人在準備查 他知道手上可能有資料 但他不確定是不是我 所以他不敢亂回答 他這個問題他不敢亂回答 他留了一點空間 是如果真的被爆出來 他至少可以說我忘記了 他可以從剛剛三個答案裡面 選擇一個說 沒有啦 我那時候意思是這樣 他在替自己找一個可以迴旋的空間嘛 所以當然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我們 我們拿出這麼多照片 並不是只是想要講說 你們兩個很熟 我們是要問 曾國偉是不是黃偉哲的金主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問題嘛 可是因為我又不是檢察官 我不可能去調查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加碼 告發黃偉哲 就是因為我們去告說 他有沒有涉及政治現金 申報不實的問題 我覺得沒有就太不可思議了 沒有 因為曾國偉他有這麼強烈的動機 他去經營這些政商的關係 而且黃偉哲的個人特質 是如此的小氣 他很愛收啦 拜託 拜託之前那個叫什麼 搜狗案的時候 搜狗案大家知道嗎 那時候蘇正清是 蘇正清落馬嘛 什麼趙振宇啊 然後國民黨的這個 廖國棟 廖國棟 然後呢 還有這個陳超明 然後都中間落馬 還有這個時代力量的徐用明 然後其實那時候 後來就有一個消息傳出來 就是應該也是內部的吹哨者 不管是基於國民獎內鬥的動機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流出了一份李恒隆 當時在調查局做的筆錄 就講說 對 那時候他打點要請這個經濟部 重新再開收購股權認定的 這樣子的一個協調會 然後請經濟部要出來講說 哎呀沒有我當時開的股東會是成立的啊 所以這個要把 要把這個徐旭東的勢力趕走 這樣子要開協調會 他有給這些人錢沒錯 他也有給黃偉哲100萬啊 這個是白紙黑字的這個筆錄拿出來講的 你說哎這筆錄有可能造假 黃偉哲沒對這件事情講過一句話 沒有講過一句話 他沒有否認過 跟小新前面的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就代表說 他其實收錢辦事 這件事情就是行之有年 而且不止一個案子有 那你告訴我說 曾國偉沒有試圖 不會試圖要給他錢 他都會想要去養黃成歐破了 這個黃偉哲是更好的投資標的 因為他要當台南市長 你會不投資他 你會不投資他 那反過來講 偉哲李恒龍這100萬都敢收了 曾國偉拿出來錢 他會說他會不收嗎 他會說李恒龍的我收 曾國偉的不收 所以只是怎麼抓 抓不抓得到 他用什麼形式給錢而已 我不相信沒有啦 這個就是合理的推論 是啊 所以檢調應該要去查 所以為什麼今天加碼告黃偉哲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不由檢調去查 有我們是查不到的 但是如果我們質疑說 疑似有所謂的這個 政治先進申報不實 而且你大家要注意 不是像監察院檢舉 因為監察院他們只會從字面上去檢舉 他不會再去調查 所以我是去檢調那邊 那我就認定他是有申報不實的問題 那檢調就要把兩個人找來啊 問他說你有沒有捐錢給他 你有沒有拿錢 最起碼要問到這樣嘛 那當然這個可難辦 因為兩個人可能都會說沒有 反正他們兩個講好沒有 就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而已 沒人知道 可是我覺得至少要讓檢調 去找兩個人過來問一次看看吧 我覺得 其實我對這件事情不樂觀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檢調 可能很可能會壓住這個案子 那比如說在當時剛講的李恒樓那個案子 蘇貞欣他們都被判了耶 然後但是這個案子就直接把 把筆錄當中黃偉哲的部分切掉 完全沒有不曾出現黃偉哲的部分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就是這一年來黃偉哲的 就跟黃偉哲相關的案件也太多了吧 對啊 多老闆 對啊 每一個案子都有他耶 以台南來講的話 他已經有點太popular了 就是太受歡迎了 陳凱玲的那個 陳凱玲那個四大弊案 謝隆介在選前去的時候 難解就可以給你壓到選後才辦 然後當時第一時間的時候 陳凱玲還跑去反告謝隆介 然後再來 謝隆介不是還報了一個鄰骨塔案 說有這個業者 然後鄰骨塔使用執照 被台南市政府層層卡 幾位地下市長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這個 要這樣子 比OK 不是 是一億 比一億億億億 然後呢 陳凱玲 一億然後OK 然後呢就是議員跳出來講說 他在吃 跟我吃日本料理 然後他比一 然後我這樣 對 我們兩個分一億跟OK 對 OK 然後呢就給一千 只有得手720萬 然後也沒有半喔 到目前為止沒動就是沒動喔 然後呢88槍槍擊案這件事情 後來不是起訴了嗎 起訴了祖賢嘛 還有包括像是王文中嘛 然後現在綠營就批這個咬下去說 王文中跟謝文介關係不錯 王文中挺國密黨的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起訴書裡面 最妙最妙的事情就是 他有講開槍這件事情 他有講開槍之後的後面的這些 所有怎麼樣逃亡 怎麼樣接濟 然後什麼什麼 他沒有交代動機耶 好像是 早上起來 喔 今天心情不好 我去開槍好了 對 就是 這裡的人完全都沒有人有動機 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有動機耶 到底是 到底郭再欣怎麼樣 把這個槍手這邊激怒的 那郭再欣是怎麼樣怎麼樣的 都沒有喔 然後回來在議長 會選案當中也是喔 黃韋哲又再次被保護了 怎麼說 郭再欣他們不是 郭再欣還有這個林怡婷的爸爸 然後不是要會選嗎 然後他們是威脅利誘 兩者這個軟硬兼施 然後其中他對李政國 對李政國就是那個後來跑票 然後現在其實也被會選 這個偵辦的這個 國民黨的台南市議員 就有講說什麼 買房子可以啊 便宜啊 然後講了一大堆 講了一大堆說 如果你不信我的話 然後我就叫市長來做保 下一次我就叫他來做保 市長是郭再欣的保人耶 對啊 所以我們脫一萬故講 這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郭再欣 胡再欣 對 胡家胡威 假黃韋哲之名 再不然他真的是保人 結果難檢查這邊也停了 他沒有告訴我們是真的假的 李政國把這件事情就是講出來 從李政國他當時的角度 他心裡一定是相信嘛 那他心裡一定是相信 他一定是覺得說我知道 郭再欣跟黃韋哲關係非常好 那他是可以叫得動黃韋哲 對 他是個台南市議員 沒這麼好騙吧 對 他才會 因為如果不是因為 郭再欣跟黃韋哲很好的話 那我不會去相信這個 我不相信這個 你後面跟我講那些承諾 我都不相信 我都不相信 那我幹嘛要配合你 他後來也配合了嘛 配合是事實嘛 就代表說他前面講的 那幾個條件 他相信他所說的是真的嘛 那你相信你一定有個依據 就是你知道他們兩個非常熟啊 對啊 就代表說 其實郭再欣在台南市 還有另外一位啦 另外一位就是這個潘主委 就是地下市長 大家都知道台南市就是 就是地下市長的權力 比黃韋哲要大 然後你搞定了地下市長 然後就會搞定黃韋哲 然後呢 但是這件事情並不容易 是因為大家都要轉 那你覺得黃韋哲 就是他這麼火熱這件事情 會不會拖累賴清的 我覺得會啊 你們現在不是 你還問我 你們現在不就把它當成是軟柿子 然後可以順藏摸瓜嗎 我今天才發了一個最新的 是在林怡景的餐會上面 賴清德跟郭再欣 兩個人是同桌吃飯的 然後有一件最神奇的事 因為我想請網友一起幫我忙 就是呢 你記不記得賴清德說過 他不認識郭再欣 他說他不認識郭再欣 因為我在很多節目上都有講說 就因為我們要幫對方講還原嘛 我們不能胡扯 所以我每次講到郭再欣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說 雖然賴清德說他不再認識郭再欣 但是我不相信等等等等 我會這樣講嘛 所以我講過很多次這句話 我非常有印象 但是呢 我在網路上現在找不到 賴清德不認識郭再欣這句話 找不到 找不到 應該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時間 全部不見了 就我去找的時候 完全沒有看到賴清德對郭再欣 說過認識或不認識 就賴清德對郭再欣的評論 我在網路新聞上面 我今天找了以上五 我都沒有找到 所以如果有找到的網友呢 可以私訊我 因為我需要那一段文字 因為我的印象是賴清德 他是說過他不認識郭再欣的 而且我問了很多人 大家都有這個印象 因為大家都講過這句話 然後那時候新聞有報導說 他跟郭再欣是不認識的 所以不要扯到我 類似切割掉 請大家懸賞 對 懸賞懸賞懸賞 請大家呢 一定要幫我找一下 因為網路上很神奇喔 我以為這是一個很好找的資料 就因為既然你說不認識的話 那大家一定會登嘛 結果竟然沒有耶 沒有很好找耶 我不相信耶 你不相信 我當然不是 我是說賴清德怎麼可能不認識郭再欣 一定認識的啊 他就是大金主啊 而且他就是大帳房的角色 2019年 那時候黃偉賊就是背叛賴清德 前去投靠蔡英文的時候 全台灣第一個蔡英文連任競選總部成立 就是郭再欣跟黃偉賊一起弄的耶 那賴清德就算是當時的對手 他也不可能不認識他啊 然後他這樣講這個是怎麼樣 就是他就想要切割 因為賴清德就是希望 他可以乾乾淨淨的 跟一切這些髒事都完全無關 他希望就保持他一個 這個很乾淨的一個形象 然後進到總統大選裡面